大家好,我是别远,好久不见 我现在在我岳父家里 前段时间我说我们要准备去城里了 这算是第一步吧 来我岳父家先注意一段时间 他们这也是农村 我老婆从小在这长大 也来这儿注意一段时间 下一步就是直接去城里了 这叫什么呢 农村包围城市战略 一步一步来吧 下一步我们就直接到城里去了 我们是前天过来的吧 这两天啊 反正来了,拿了不少东西 一直在收拾房间 收拾卫生啊,什么楼上 他们这儿是农村自建房 也是两层楼,楼上楼下 我们来来回回的打扫 然后呢,后边园子也种了点菜 我今天呢,是刚种完菜 这个点儿,天都快黑了 随便来拍一段吧 给大家聊两句吧 我这也算是体验了一下啊 就是他们这儿的农民的一个生活吧 这两天净种菜了 我们种的主要是这个 他们这儿印记的菜啊 就是什么白菜啊 包菜,什么铜蒿啊 还有葱姜蒜啊 还有香菜啊 那个萝卜啊 萝卜这儿跟我们那儿差不多啊 我们那儿也种萝卜 但是我们这儿种不了铜蒿啊 来这儿呢,之后呢 我就发现啊 这个虽然都是农村啊 但是农村和农村之间的差别啊 还是挺大的啊 我们那儿是山区农村啊 呃,怎么说呢 有山有水啊 就是山比较大啊 树也多啊 路上那个路也不是很直啊 比较起伏啊 弯道也比较多啊 如果是有人,如果你喜欢骑摩托车的话 那那你压弯可以压得非常爽 他们这儿的话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他们这儿是平原农村啊 这个路痕迹数八两啊 都是十字形的啊 十字交叉的 直来直去的啊 基本上没有拐弯 要拐弯呢 就是是吧 90度的拐弯 然后就到另一个方向 哎呀,反正我在这儿开了两天啊 就是上镇上买东西啊 或者去菜市场啊 或者去拿快递啊 发现他们这儿路啊 开的真的是没意思啊 真的挺没意思的 就适合啊 我觉得非常适合 骑一人骑个那个小电瓶啊 小摩托车 那不那个电瓶车啊 就在那儿田间地图啊 穿行啊 我觉得那个比较爽啊 开车的话真的没什么意思 开着开着啊 我感觉还是容易犯困 这两天呢 我也叫也没睡好啊 这个我们俩啊 就我们四个人啊 然后我跟我老婆还有两个孩子 哎呀,这孩子啊 比较 比较吵啊 我们也没有时间啊 之前在家 我妈还帮忙带着 现在就靠我们俩了 所以说比较忙啊 每天早上都起很早啊 起来就是干活啊 各种擦洗啊 然后我就去菜市场啊 买菜啊 买各种东西 这支用品 哎呀,这一通忙活下来啊 这两天到今天啊 终于啊 算是落幕了 明天开始我就 开始正式要开始更新视频了 因为该干活都干完了 平常呢 我就是给他们做个饭就行了 然后呢 我老婆就看看孩子 小宝的话 现在大了啊 看他啊 看他他就自由发挥吧 他想跟妈妈呢 一起也可以 跟我一起也可以啊 反正就楼上楼下吧 他就来回来跑 然后呢 外边还有个小孩啊 两岁的一个小弟弟啊 也偶尔也跑过来玩一下 小宝也算是踏实了啊 就就就剩这个小小宝了 哎 有句话怎么说呢 叫一方水头养一方人啊 我们那儿是山区农村啊 就是偏北啊 他们这儿的话是平原农村啊 江汉平原啊 就是偏南方一点 我们那儿 我们在 我前两天在老家那个时候 我都快 穿那个棉服了 我真的快穿棉服了 晚上天黑的时候 我都那个 小薄的羽绒服 我都穿上了 你看他们来 来他们这儿 这个我你看 我那个短袖我就穿上了 温度还是差别比较大的 我们那儿晚上 就现在都十度左右 他们这儿的话还是 十五六度啊 还是有时候还有一点热 中午头的时候 我就发现啊 他们这个土地啊 跟我们那儿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那儿山区农村啊 是粘土啊 就是粘土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你种地的时候 一出头下去啊 那个出头啊 像是被地给吸住了 被地咬住了 你拔不出来 所以啊 每一出头下去啊 你都得 使尽浑身的力气啊 什么腰马 黑衣啊 什么 抬得 把出头抬得非常高啊 然后一下落到地上 才能砸个坑出来 但是他们这儿 完全是那种 沙土地啊 土质非常松软 他们这儿 出头都 我第一次见啊 很小个小出头 在我们那儿就算叫 弯铲啊 就是很小一个东西 就是 怎么说呢 反正随便下去一下 地上都一个大坑 所以挖起来比较轻松 但是 挖多了也累 我这两天啊 红尘都疼啊 就挖他们这个地 哎呀 反正就整个把地都翻一遍 还好 还好是沙土地 要不然我现在 我都躺下了 我想起来之前 我岳父跟我说 跟我说啊 就是他们这儿 三年打击荒的时候 好像没怎么饿死人啊 那个时候啊 他们还是 还是能吃上 吃上那个白米饭的啊 我像我们那儿 山区农葱啊 那个三年击荒的时候 一个冲框一冲框的饿死 饿死人啊 他们这儿水土还是比较养人啊 我就说字面上的啊 字面上的水土养人 就是说你种什么东西啊 它就能长什么东西 而且长得也是比较茂盛啊 他们那儿稻谷啊 像我们那儿可能就七八百 就是一亩地啊 大七八百斤的那个粮食 他们这儿啊 一般都是脆地都是一千斤 往上嘛 他们这儿这个沙土地啊 还有这个水地也比较发达 还是不一样啊 但是这个粮食价格啊 就是跟我们那儿是一样的啊 我们那儿还是 我们那儿贵着啊 我们那儿米是 我们上次买了那个 今年的新米啊 稻谷是一块四一斤啊 他们那儿我做 我刚才在邻居那儿买了一袋 就是啊 就是一是一块二啊 一块二不到一块三 然后我买了八十斤啊 给了一百块钱 还有就是啊 平原农村人的性格 我觉得还是跟我们那儿不一样啊 他们这儿人怎么说呢 比较开放一点啊 就是 反正看见人们管子 打招呼啊 这么乐呵呵的一个个都这样的 性格比较好一点啊 性格比较开放一点 不像我们那儿人啊 蒙葫芦若啊 就是一个个都蒙着脑袋 就是苦干啊 蛮干那种啊 就是半天憋不出来一个屁那种啊 他们这儿人不一样 因为他们这儿可能是平原吧 是吧 交通发达啊 是吧 五湖四海的啊 见识多啊 所以说他们这儿人性格好一些啊 因为他们天气也不像是这一点嘛 可能也有可能这个原因吧 还有 还有就是他们这儿不吃豆腐啊 他们这儿 豆腐卖的特别贵 我今天去上街去买了一块豆腐 就这么小一块啊 八块钱 在我们老家 估计两三块钱 差不多啊 我记得之前我老婆也说过 他们从小时候都没吃过豆腐啊 他也是 我老婆是跟我在一起之后 才是吃豆腐啊 他们这之前没有人吃豆腐 但是他们吃豆腐呢 很奇怪啊 反正菜市场呢 我们去逛菜市场 下次给大家拍个视频 那么菜市场挺有意思的啊 反正菜非常便宜啊 各种各样特别多啊 不像我们那儿 现在冬天了啊 快冬天了 就天一凉都没什么菜了 他们这菜市场非常好啊 就各种菜都有 呃 卖豆腐摊的特别少啊 都不吃豆腐啊 不知道会为什么 再一个就是啊 他们这儿人还喜欢吃真菜 就是用米粉啊 葱米粉啊 不是那种很细的米粉啊 是葱米粉 带颗粒感的啊 裹上菜啊 就是蘸上菜啊 或者那个肉 就是料汁啊 一搅和 然后扣在碗里边 放锅上蒸 我一开始啊 吃不习惯啊 因为他们这儿 人就是怎么招待客人 还是逢年过节啊 都要做蒸菜 我一开始吃不习惯 但是吃过几次之后啊 也还行 因为 因为这个米粉 也算高碳水啊 那个料 做的那个味 做的特别足啊 可以 甚至可以当主食吃啊 我觉得 反正年年糊糊的啊 也还行啊 样子不好看 但是好吃 还是那句话啊 中国太大了啊 每一个地方的人呢 每个地域的人 这个生活习惯啊 有生活方式 饮食习惯 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是走马观花的啊 就是去哪里旅游啊 你可能会体验不到啊 你像我这种啊 就是去种地啊 是买他们的种子 跟当地的农民打交道 买他们的粮食啊 是吧 你们出门啊 打招呼啊 你真正的融入进球 你发现啊 真的每个地方的人都不一样啊 都挺有意思啊 真的挺有意思 所以说我们在看新闻 或者说看视频 了解中国啊 真的都是九牛一毛啊 你别看我 我在 但是我也生在中国 我也是中国人 但是说实话 我对中国真的 我发现 我去的地方越多啊 或者说了解的越多 我发现我越不懂中国啊 中国真的 特别大 哎呀 好了 今天呢 也是瞎聊啊 那马上天黑了 我手机也快没电了 我也是临时起意啊 拍一个 好了 今天就拍到这儿吧 拜拜 明天就正式啊 我又看看 最近有什么新闻 有什么好说的啊 再跟大家聊聊吧 拜拜 拜拜 拜拜